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今早話說有部小巴脫班 然後再揭發司機竟然死於車內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也講講各大熱話 據報近來有地盤的MMA 多達20名工人在現場大運戰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元朗三背路專線小巴頭班車脫班 再揭發65歲的司機倒閉於車內 報導多久的問題到今天3月25日 早上6時53分 警方接報 元朗三背路1號的停車場外面 一部專線小巴611P線 是有司機運到車上 救援人員到場經檢驗過後 證實那個司機已告不治 警方是隨即封鎖調查 現場消息說 死者65歲 是611P線的早班司機 原定6時半開頭班車 但同時察覺他沒有開工 於是到停車場看看 結果發現他昏迷 昏迷在司機後的乘客座位 而報警 警方在死者身上檢獲長期病患的藥物 初步不排除與病患有關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未知司機的死因 還要有待了解 不過也不排除工作太辛苦 本身司機是駕駛頭班車的6時半開車 不過乘客沒有小巴 於是再揭發司機原來是死於小巴之內 另外亦有關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元朗足油路回收場起火傳來爆炸 龍煙直捲半空 目擊者說火球衝天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3月25號中午12點17分 元朗足油路一個回收場發生火警 傳出多下的爆炸聲 龍煙直捲半空 當局接獲多宗報案 讀者李生形容有火球衝上天空 消防派出一條喉和一隊煙武隊灌救 並調查火警起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元朗一帶這個足油路附近的居民 有機會會見到這場火 據報也燒得很厲害 消防員正在破舊 另外亦也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鋼筋陣中20人混戰 揮鐵取狂凱 影片直擊 說頭盔也掉了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話說 為何要驅使他們在地盤打架 話說 最近網上流傳一條 地盤MMA的影片 顯示有約摩20人在拆滿鋼筋的工地地盤之上帶打出手 群毆場面非常混亂 期間多人持鐵取狂凱 現場傳出多下的敲擊聲 有人被打到安全帽都飛脫 出招都十分之凶狠 拍片者和其他工友 站在較遠位置觀察情況 看到不斷發出嘩聲 暫時未知拍攝地點和時間 但從工人穿著厚厚的衣服來看 可能並非近日發生 影片在網上風傳過後 有網友笑言 是不是平時又不扣頭盔下巴的帶 一打架上來頭盔都掉了 亦有人說 是不是偶打判頭 亦有網友猜上事件 可能涉及勞資糾紛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日在網上流傳的短片 多達20人在地盤打上來 未知事件的地點和時間 不過有機會發生在香港 至今未知前文後里 亦未知事件有沒有下文 另外亦說過這個數字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長者醫療勸 去年申領金額達到 32億8千萬元 按年增加了兩成八 一年內抽出了 357宗不當申領 報導機內 提到長者醫療勸計劃 推出超過15年 為本港長者提供廣泛的 醫療支援 當中衛生署接受訪問的時間透露 登計去年 医療勸 日均錄得 超過13000宗交易 涉及的申領金額高達 32億8千萬元 較前年多了兩成八 觸見計劃 受歡迎的程度 對於過去不時出現 醫療勸買海味等的難用情況 儲方強調 一直按照風險為本原則 對申領金額較大的服務者進行調查 過去14年 抽出超過5000宗 不恰當的申報個案 即每一年 抽出約摩357宗個案 合計款項高達290萬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最近有數字說到這個醫療勸 說金額已經按年增加2成8 最新新領金額是32億8千萬元 去年的數字 亦說這個計劃是非常受歡迎的 不過介紹礦仔說 最好不要 就像之前兩元乘車優惠 之前最初就記得 因為兩元乘車優惠的支出龐大 令邊商有人濫用 另外有些議員加鹽加醋又說要檢討整個金額限次數等等 最後就醞釀成為 最終的現在這個年度檢討的進展 這一次就披露了那個醫療勸的金額 又未知會不會有甚麼鋪牌 希望不好 只不過回報一下 就說這個計劃多受歡迎 既然那麼受歡迎就應該加碼了 因為現在每一年約會有二千元醫療勸 但其實究竟夠不夠呢 大家知道 尤其是現在多多五個水給你 不過條件就是 你要先做一千元的預防疾病 那些安排檢查 才能夠拿回五個水 即是先花一千再拿五個 當然一千元可以做很多事 檢查嚴硬那些都應該OK 看牙都可以 不過對老人家來說 未必懂得預明白 看來醫療勸使用方面 還要多加宣傳 還要打擊那些用醫療勸買海味 被人騙錢的個案 希望能夠保留 一些非常微薄的長者福利 最好就不要做甚麼檢討 兩元乘七優惠我們繼續跟進 另外也提及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巴士大媽 在巴士上大聲播片 加肉麻司機 港男絕招 KO他 獲得網民激讚 重敬過大悲咒 報道機內 提到這位港男在Facebook群組 屯門公路塞車 關注了發帖文和發照 來講述事件 他表示 上個星期五 3月22日晚上7點半左右 他乘搭九巴 由華都花園前往攜坊 不過巴士駛到屯門公路之時 有一個上年多的女士 竟然開大喇叭 用手機看抖音片 騷擾全車 就說全車自得我和他跟我媽媽三個人 那個女士的行為完全影響 車上的人士還有巴士司機 從事主上載的照片看到 那個女子坐在巴士中間門口 關外座之上 正在低頭 提手機 事主按來不住 多次溫馨提示 不過那個女士毫無反應 事主於是爆竊日 對著女士大聲勸告 女士就懶懶反問 有什麼好吵 令到事主感嘆 果然人無恥就無敵 經過事主一輪對話 女士終於願意調低手機的音量 但事件仍然未結束 事主說當巴士駛至大窩口地鐵站的時間 那個女士想下車 但又沒有按鐘 結果巴士直接駛走 女士又怒氣匆匆 上前辱罵車長 有心不停車 以及車他到不知哪裏的地方 車長不斷解釋 但女士沒有接受 反而繼續辱罵 看到那個女士大罵巴士車長 事主唯有再次出手 KO對方 就說了一句 喂 女士 守下規矩 一程車 給我罵你兩次 免了人家給 假就自己釣 鐵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不少網友大讚事主的做法 就說做得好 亦說多謝你為車長發聲 亦有人建議事主又播大悲咒反擊 就說你播大悲咒給他聽 他說你的時間 你也說我聽不到有聲 對無賴 就要給他更加無賴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日就著巴士上的9分 再成為熱壞的消息特別之多 這次港男就KO這個女子 前後兩次 一次就是 看片很大聲 另一次就是罵司機 兩次那個港男都出手 相關的經歷 寫上網過後 網友激讚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段片繼續聊天